大家好 今天是2023年的10月2号 星期二 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 是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 纽约办事处的主任 莫吉贝尔 他接受半小电视台采访的时候 他定性以色列在加沙的军事行动 就是对巴勒斯海人的种族灭绝 这是联合国的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定性 但是他因为不满联合国在巴以问题上 偏袒以色列 在11月1号 愤而辞职 辞去的联合国的职务 莫吉贝尔说 他说通常证明种族灭绝 最困难的部分是主观意图 因为必须存在全部或者部分的 要灭绝一个特定群体的一个主观意图 这才能够算是一个种族灭绝 莫吉贝尔表示 他说当前以色列领导人的意图 已经被非常明确的表达出来了 以色列总理 以色列总统 以色列高级内阁部长 以及以色列的军事领导人都公开陈述了这一点 所以以色列人针对加沙地带巴勒斯坦人实施种族灭绝 已经是一个非常清晰和明确的论述 因为一切证据都已经被公开记录了 莫吉贝尔贝尔贝尔置疑联合国 为什么不关心巴勒斯坦人的基本人权 而这种基本人权的问题恰恰是联合国 在全世界各地任何地方任何情况下 都反复强调和呼吁的 结果到了 对 他是有选择性的 你要在新疆就是种族灭绝了 新疆才有人权了 巴基斯坦没有 莫基贝尔是一名 他是一名专门研究国际人权法的律师 他学的就是本专业 自1992年以来 一直在联合国工作 从92年 你想92年到02年 12年 30年了 31年了 在联合国工作了 31年了就辞职了 从1992年一直在联合国工作 长期担任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 纽约办事处的主任 他写给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的 一封四页的辞职信 在社交媒体引发热议 在信中 莫基贝尔对联合国未能履行其职责 阻止以色列对加沙地带的巴勒斯坦 人民的这种种族灭绝而失望透顶 并指责美国 英国和欧洲大部分国家 是以色列对巴勒斯坦种族灭绝的同谋 而联合国屈服于美国和以色列的力量 放弃了联合国的原则和国际法 他哀叹道 他说这是教科书籍的种族灭绝案例 我们眼看着种族灭绝就在我们眼前发生 而我们所服务的联合国 不但无力阻止 无力阻止就算了吧 但是至少应该谴责种族灭绝 但是现在连承认种族灭绝都不敢 就是说你要么你就阻止 阻止不了 你没有这能力 那你最好你可以谴责吧 谴责你都不敢谴责 最后那你最好你承认 你就说你这是个种族灭绝 对不对 也不敢 联合国人权机构发言人回应 他说这封信件 只是一名退休人员的个人观点 说莫基贝尔是在10月1号退休的 不是辞职 他工作31年了 退休了 不然就互相矫情 那就在莫基贝尔定性 以色列实施种族灭绝之际 就当天 以色列当地时间 10月31号和11月1号两天 两次对加沙北部的 贾巴利亚难民营实施空袭 贾巴利亚难民营是加州 是加沙 是加沙最大的难民营 难民营 他就是说有大量的 人口非常的密集 有11.6万人就挤在 非常小的一个小的地方 有11.6万人 都是联合国登记注册的难民 联合国承认的难民 两次空袭 共造成的195人死亡 777人受伤 120人失踪 这半人可能是对蒸发掉了 因为后面跟你说 炸弹有多厉害 以色列空袭导致的破坏范围 达到了4645平方米 有一个组织党大小 难民营出现至少五个炸弹的袭击点 应该是五枚炸弹 其中至少有一枚的弹坑的直径 达到了12米 荷兰机构的PACS的军事顾问 前联合国战争罪调查人员 加拉斯科观察了现场照片之后的判断 已经使用的应该是联合直接攻击炸掉 GDAM发动的攻击 由于弹坑直径达到了40尺12米 他估计其中一枚炸弹的应该重2000磅左右 到2000磅左右 往一个十几万人的难民里扔 你看难民营的那种蓬护学 那是人挤人的 非常密集的地方 他说GDAM是空头炸弹套件 可将本来廉价不受控制的传统的空头炸弹 转变为一种的高度精准 可利用GPS引导的武器 即使在恶劣气象条件下也能使用 那加拉斯科称 说当一枚2000磅的这种炸弹击中地面之后 地面就会溶解变成液体 导致上方都在震荡 所以最后都像地震一样 那以色列那边最后也承认了 这次还不错 因为他每次炸完之后都说是误炸 往加插扔的7000个导弹 都是别人误炸的 没有他扔的 他就扔了一个 现在668999个都是别人误炸的 这次不错 这次终于承认了 这次从事实上炸 他说为什么炸 他说难民营里边有哈马斯成员 那时候他这里边有11.6万名难民登记在册 有几个哈马斯 不知道估计有几十个 然后CNN的主持都受不了了 CNN的大白左媒体 CNN的主持在节目中质问以色列国防军发言人 说你们为什么明知 在这个难民营里有很多无辜的贫民 男人女人孩子都可能被杀害 却仍然向那里扔了2000磅的炸弹 以色列国防军的发言人回答说 这就是战争的悲剧 战争就如此 这就是战争 也不想说什么 做一个对比 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 米歇巴莱切特还记得吧 他当时去中国访问 还去了新疆 他在结束对中国的正式访问之后 他出了联合国人权报告 当时所有的西方都在向巴莱切特施压 要求他宣布认准 习近平在新疆进行的是种族灭绝 巴切莱特访问了中国 访问了新疆之后 他认为这不是种族灭绝 在这种情况之下 他最后就说宣布不连任 就结束了 因为压力也比较大 我不干了 这活没法干 干不了 那么上一个联合国人权高级专员 巴莱切特是因为 不愿意追随西方定义 中国在新疆进行种族灭绝 最后就说提前退休了 现在联合国人权专员 这个叫什么 联合国人权专员 是纽约办事处的主任 莫基贝尔在联合工作31年 是因为认定了 以色列在巴基斯坦 做的是种族灭绝 然后也提前退休了 也提前退休了 所以这种双重标准 就是说 我不知道联合国这么赶下去 还有存在的意义 真的联合国赶口赶下去 就是说真的是 真的 这么明确的事情 然后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说什么 反正就是 你双标过于明显的之后 当你在指责别人的时候 你要有一个道德高度 你还能去指责别人 知道吗 当如果你的道德高度 还不如别人的时候 我说这实在的 习近平在新疆干的事 比起以色列在加沙干的来讲 那差了老鼻子了 然后习近平被美国认定为是种族灭绝 然后对新疆执行制裁 所有的新疆的什么产品 什么 甭管是什么 只要是新疆做的 或者你这公司在新疆两个队 就制裁 就打击 然后以色列在加沙搞成这样了 美国不但支持 全力以赴的支持 百分之百的支持 然后要武器给武器 要弹药给弹药 要什么给什么 看你炸的够狠吗 不够狠 我给你点炸弹 这样子的话 你怎么去指责别人 你怎么还没事老拿什么基本人权 要支持什么新疆 穆斯林的基本人权 拿这种东西去炒 我就不知道了 你知道吗 就是说你核日就只是为了进新疆的产品 是吧 我们 这样的话 你以后 你说话没有底气 你懂不懂 你说话就没有底气了 你不能这么搞 你知道吗 有的时候 就是说这一碗水是不能端平 但是也不能这么写 你懂吗 不能这么写 好吧 那这些想到这里吧 谢谢大家